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渴求成功 但真正能走到成功的都有着深厚的内心修炼 成大事者必有四戒 一 戒懒 曾国藩曾说 天下百病 生于懒也 懒惰是一生的大忌讳 多数人一辈子平庸 只因为懒 曾国藩的愚笨是众所周知的 在他年少的时候 常常背书到深夜 一次家里进了一个贼 准备夜深人静时伺机而动 曾国藩反反复复地再背一篇文章 怎么都背不下来 贼终于忍不住了跳出来 把那篇文章背了一遍 并嘲笑曾国藩 朽目不可雕 也扬长而去 如此平庸的曾国藩 最后能成为一代名臣 靠的就是一个秦字 他一生坚持早起读书 晚上写日记反省自己 从未间断 梅兰芳年轻的时候 也是资质平庸 但他不甘平庸 勤学苦练 终成一代宗师 但凡有所成就的人 无论有无天赋 肯定都是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 有句俗话 昨夜梦里行万里 醒来一看在床上 很多时候 人并不是败给了现实 败给了同龄人 而是败给了只有空想 没有行动力的自己 想要做出一番大事 就要与懒惰抗争 让勤劳成为人生的主宰 别再为自己的拖延 懒惰找借口 二 介造 道德经有云 天下大事必作于戏 天下难事必成于义 在这个快速化的时代 很多人都渴望一夜成名 一夜报复 却将脚踏实地的努力 抛在了脑后 变得越来越浮躁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的梅花扑鼻香 真正能成就一番事业的 都是能定气浮躁 耐下性子的 众所周知 在音乐界 莫扎特是个天才 他四岁谱曲 六岁寻回演奏 还拥有天生的完美音高 能分辨出任何乐器弹奏的曲调 事实上 他的成功并非天赋 也是刻意练习得来的 他的父亲 也是一位作曲家 只是郁郁不得志 发誓要把孩子 培养成优秀的音乐家 因此他倾注了所有的心血 对莫扎特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 莫扎特 莫扎特才取得惊人的成就 我们通常只是看到了别人的成功 并没有看到他背后付出的努力 毛主席曾说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 就没有做不好的 反观坚持早起读书的曾国藩 刻意练习的莫扎特 他们早就克服了浮躁之心 于是成功对他们来说 显得如此简单 三借贪 庄子说 其事欲深者 其天机浅 欲望过多 人就会缺少智慧与灵性 阻碍自己前进 作家林清玄曾说 清欢是生命的减法 在我们舍弃了 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 回到最单纯的关系 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 生命就是一个 扇凡就减的过程 但凡能成事的人 都懂得化凡就减 认清自己真正想要的 把精力放在更迫切的事情上 台湾作家蒋勋 2014年 从台北搬到了台东的一个小农村 只带了几本书和随身行李 没有电视 没有手机 也没有社交 每天就是读书 吃饭 散步感受田园生活 正是因为在那样质朴的环境中 他充分地感受到生活的气息 和人生的美妙 最后写成了池上日记 但凡真正有作为的人 绝对不是面面俱到 而是懂得取舍 专注于最恰当的世上 四戒傲 曾国藩说 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致败 功成名就却失败的人 都是败于骄傲 骄傲就像是自己 给自己埋下的地雷 随时都可能乍翻自己 史玉柱曾经是让很多人 敬仰的创业天才 1992年 史玉柱在珠海市 创办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 他准备在珠海盖一栋 自己的大厦 可在一次又一次 和总理握手之后 史玉柱意气风发 决心要盖中国第一高楼 这栋原本18层的楼房 被拔高到70层 其实 当时他手里的钱 仅仅能为这栋楼打桩 巨人大厦很快坍塌下来 一夜之间负债2.5亿 因为自己的骄傲和自负 最后成为无数企业家 引以为戒的失败典型 楚汉相征 楚王项羽 以贵族出身 拥有百万雄兵 却因轻视流邦 结果惨败 自吻乌江 满昭笋 千寿意 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 一个傲字 就能转性为衰 而真正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 只有谦虚介傲 才能行稳致远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欲成大事者 必先修身 而戒懒 戒躁 戒贪 戒傲 则是重中之重 愿你我时时 功身自省 千华喜尽 忠诚良目 要有傲骨 戒掉傲气 勤能成事 戒掉懒病 沉静至圣 戒掉浮躁 化繁为简 戒掉贪欲 在这个寒冷的夜里 恰如其分地温暖了我的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孤独的街 在夜里中浮现 多想拒绝 这苦涩的世界 灰色的天空 堕落的灰色的天空 我站在路透 迎着风雨 不再闪躲 孤独的我 想离开这生活 怎能把脆弱 当作始终解脱 伤感的一幕 剧中的灰色的灰色 无法去触摸 只有三场的落寞 有谁能告诉我 你是否爱过我 也许这是世界 也许这是结果 却为何如此的冷漠 你是否爱过我 你是否还执着 心痛的感觉 漫延寂寞的我 心痛的感觉 漫延寂寞的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